十字路口闪着黄灯 白色轿车慢慢开出巷子 接着油门一踩准备通过 另一侧一辆重机 刹车不及 两车发生碰撞 机车倒地往前滑行了好几公尺 骑士也喷飞了 在地上滚好几圈 倒向斑马线 1号上午11点半 张鑫驾驶从桃园大新路79项 穿越马路到对面的120项 而陈信骑士则是沿着大新路 往春日路的方向 两车擦装后 轿车车牌整块掀掉 骑士四肢都擦错伤 而车子撞翻的状况 也发生在花莲 这兵驾驶突然往左前方偏移 撞上路边整排停放的汽机车 车身摇晃几下 侧翻倒向马路中央 上个月31号 接近中午12点 花莲市商校街中韩公园旁边 82岁徐信驾驶 载着78岁的谢姓富人 他声称看见对象机车朝他靠近 一时紧张向左偏移来闪避机车 撞上路边三辆汽车 以及一辆电动机车 不过件事情画面中 当时对象似乎没有机车 原因还有待厘清 而撞上路边停放车辆的还有他 1号晚上7点多 花莲市府前路378号前方 24岁离心女驾驶 距离没抓好撞上路边车辆 自己的车180度翻覆躺在车道上 没有 那时候我就没有注意到 分心喔 我没有抓好那个距离 我突然撞到他的车了 人们要看他在车辆里面 把车辆车辆 附近民众听见巨响 合力将女驾驶拉出车外 幸好他只有左手被擦伤 没有大碍 TVBS新闻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